那一開始是怎樣找到君如做蘇媽的呢 其實我 我是不是不應該這樣叫她做君如 是否叫吳小姐會好一點作為後輩 君如她很like 她很fanny 她也想你叫她君如 吳小姐太見外了 但我不認識她 不是 個個都認識她 對 個個都認識她 她不認識我 君如小姐 她的稱呼真的令我很氣 君如妹妹 可能很開心 乾杯 今天請到尹志文導演上來 你剛拍了一套電影叫做 媽媽的神奇小子 可不可以說一下故事大綱是什麼 其實這個故事我2013年已經構思 我就覺得很想拍蘇華華的故事 覺得他是一個香港的經典 他的人生 能夠振奮了我們的香港觀眾 如果透過一部電影的時候 那我就不如很想想想想想 可不可以拍蘇華華這個故事 然後我跟身邊的很多人說 知不知道誰是蘇華華華 但很多人真的忘記了誰是蘇華華華 告訴他 其實他在九六年 李李先生拿金牌的時候 童年他是拿金牌的 拿金牌的 不知道 原來是不知道 那我更加推動我 我一定要很想拍這部電影 很想說這個故事 那就開始造資料搜集 剛好那段時間 香港的氣氛很喜歡說一句話 就是贏在起跑線 或者贏在石精前 蘇華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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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弃小的东西 令到他出生的时候是最佳的理想时机 谁是最佳的时机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我相信是月份入学校 谁是大仔小 大B小B 那些东西 我觉得气氛不应该是 我认识香港的那份精神 我决定更加很想 立志把苏尔卫的故事写好去拍成电影 但是譬如说你一三年开始develop 到拍的时候 我应该是19年的时候 中间的六年故事有没有改变很多 或者他的困难在哪里 首先一开始我本身想拍苏卫的故事 但我很快做资料搜集的时候 其实已经找了很多他的资料的时候 他身边也有一个人就是他妈妈 你就发现他妈妈和他好像黏在一起 很多东西从他们的眼神之间 但是你觉得这对母子应该是很紧贴对方 因为苏尔卫小时候有黄蛋病 导致脑竞乱 然后令到他的肢体和弱听 你看到一个小朋友 连四岁都不会走的时候 他的妈妈现在一直在他身边 那么甜蜜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经历是他们两个在一起 然后我想拍一个 输了起包线的故事 苏尔卫就是输了起包线 但是最后他的人生成功 去到国际舞台拿到很多奖项 成为了香港人的英雄 同时间其实苏尔卫背后 其实有一个人是看着 而他们两个的关系应该很close 如果不是 譬如这样说 苏尔卫他不会自己一个可以走到这条路 一定 一定没有可能 所以一定是他和苏尔卫 而且我的电影叫Zero to Hero 苏尔卫是Zero to Hero 其实苏尔卫也是 当他生了一个这样的小朋友的时候 他的人生都是 怎么办 我怎样照大这个儿子 我有没有能力照大这个儿子 我就害了他 他的人生都是零 但最后他能够养育了一个这样的人 这么成功 其实他也是Hero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都是Zero to Hero 所以就决心拍一个他们两母子的故事 就开始做很多资料搜集 然后就开始找人去约他们见面 聊天 很快他们就 那里很顺畅 反而那里就是 他们觉得好 没问题 可以分享我们的故事给你听 也都不介意你将它变成电影 很爽朗的 尾仔就比较慢热的一个人 不多表达自己的情感 还有他说话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听到的 所以他都比较避忌 去说这么多 就是花了很长时间去说话 反而蘇妈就很见谈的 是这么说 是这么说的 就是你问他一样东西 他可以说很多东西 还有他们其实 其实人生他有个这样的小朋友 他们的人生真的很多东西发生过 所以就说了很多 接着再介绍身边的教练 队友给我认识 所以就 我在那 我想我四、五年左右接触他们 开始做很多访问 找了一大堆东西 就开始 开始 我想一六年左右 有一个很初步的剧本 但是在取材上 你怎样选择 或者怎样挑选一些 他们这么多不同的故事一面 一个是你会觉得值得 放进去电影那里呢? 因为还在上画 所以我们不能说太多 但是有哪些是你觉得 对你来说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关于他们两母子 不可以不放进一部电影里呢? 其实我初期已经有个很 和现在电影出来的感觉 是很强烈地一致的龙骨 因为我看到一个小朋友 出生的时候 他影响了这个妈妈 他要面对他的人生 妈妈要怎样去 令到小朋友 可以 所以他从第一天开始 去讲这个故事 然后原来这个小朋友 四岁都未懂得走 所以有一场戏 就是在说 怎样 你说我可以? 说不可以? 其实就是说 骚妈 其实去到他走之前 都是处于一个 你生一个小朋友出来 整个世界都告诉他 他不能走 他不会走 但是唯独你 或者你家人 相信有机会 你会用尽方法 但是同时间 每一次每一次的失望 是令到小妈很沮丧 也都很憤怒 那导致有一场 很想逼个儿子去走路的一场戏 那 那一个是一个 我觉得 这个故事一个很 开始的一个 很重要的转捩点 他能够走人生的第一步 那这个已经是 我故事的 陆密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一个 critical point 是 骚妈和他那一刻的转捩点 就是他又走 怎样继续走下去 作为一个奥运选手 一样 那我不说 导演怎样表达这个手法 但是 其实在 在看的时候 你会很替个小朋友 担心的 因为 因为 那一场戏都 挺残忍的 我觉得 因为他的情节上 是 要 用一些外在的 条件 或者是 骚妈工作场所的一些工具 令到 逼他走路 那 这个位置是 看到觉得 啊 是有一种 不要这么逼个儿子 但是 同时间我觉得 他描写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就是 你看到骚妈那个 不管其他世人的决绝 嗯 因为其实他是 讲着 他不听任何人跟你说 你那些不行的 不行的 他用他自己的方法 去令到他走这条路 过程可能是 你看到他很残酷 但是 那个 outcome 是令到他好 他都会愿意做 我觉得是那一刻确立了 还有 加上 那一场戏 其实 除了是 有刚才的动机之外 其实最想表达是 骚妈的情绪 嗯 骚妈去到一个 面对困难 又起点 就是说 给你听 一个很大的problem 出现了 他面对 他解决不了 那一个人生的情绪爆发 他会想做一个 好像 抱着一起死的一个行动 这样的时候 最主要我反而觉得 重要的是 看到 这个妈妈的情绪 那个点去到哪里 你看到儿子 看到妈妈的情绪 而激发他 去做一件事 那件事 将母子的连续 又升华了一级 那我想问 一开始是怎样 找到君如去谈 做骚妈的角色 其实我第一次 真的见骚妈的时候 跟他聊天很快 已经闪过了 做君如 是不是因为他很爽直 是很爽直 很硬朗 但是又不失风趣 骚妈是有风趣 骚妈是有风趣的 看到一些觉得 看不过眼的 他又会出声 要为自己争取 我觉得 挺有我认识 或者我觉得君如的感觉 我觉得 很想 如果真的开拍得成 我也想找君如去做 同时间 其实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自己有种感觉 是觉得 某程度骚妈的一些轮廓 或者一些面部的表情 是跟君如有点相似的 我有看他自己的帖子 帖子了一个 深刻的对比图 就是 君如小姐 君如小姐 她的称呼 真的搞得我好气 君如妹妹 君如妹妹 可能很开心 君如妹妹本人 和骚妈的 年轻的时候 他们是有些 其实也挺深的 轮廓 那个位置挺像 他一开始 再加上化妆 发型 发型 年代的发型 他收到这个剧本 或者听到你的idea的时候 他有没有什么想法 其实都很快地 就觉得 一起做这件事 其实这件事 是有意义 和有挑战 对他来说 因为他做了监制 跟着我就做监制 一来他可以再 involve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难行的 即使我开始找到 投资方天下日 会不会找到监制 去一起 line up 整件事 因为你这件事 你觉得是漫长的 我们精简了一些 可以给大家看到 吸引到 可以先breakdown 但里面 比起这两场的时候 我有问过 有一场戏 就是说 什么时候发现 Sowa 有这个talent的表达 但那一场戏 其实拍得非常好 所以就进戏院看 因为我们预计很快 就会上 那我们讲一下这一场 其实都关于Sowa 其实是Sowa 一场很少的戏 但是他establish了 Sowa本身的 对于他的儿子 的银性 和他的期望 那我们先看看 我们先看看 好 Sowa本身, 给我一瓶可乐 好 不用了, 我去请他喝 为什么你要请他喝 你不请我们喝 娘, 两元吧 这一场戏呢 我们先讲一个内容 对了 其实这场戏就是说 当时还没认识走路的位置 每天就是Sowa本身 背着周围 周围去看身 买菜 生活 然后回家的一段戏 这个环境令到我很有感觉 不过待会可以再讲一段戏 就是说他 原来去到士多的时候 他很想买个汽水给他小朋友 但是有个士多的老板 想请他 其实他终于很容易 原来同情都会伤害到他们 也都表现了Sowa那种很挖强 我是不需要有人帮的 我们自己做到 我给你两元 这件事我觉得很呈现到 在开场的时候很呈现到 Sowa的性格 那个内心 很挖强 其实应该这么说 是他的自尊 是的 同时想表现 当你面对有时同情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种歧视 令到他有伤害 对 因为譬如你没看的《续水飘流》里面 里面有一句说 你的粉丝打死我了 哈哈哈哈 没有 你以后我射方就给你看到 你放心 因为我要包一个长辞 里面有一句对白 就是《续水飞演》的社工说 我不是奉子帮你的 然后呢 陈月光回了一句 我也不是奉子给你帮 听过这个 听过这个 哈哈哈哈 就是同一个道理 同一个道理 就是那个同情 是的 和被伤害的话 所以就用一种 我其实很喜欢 我们认识的时候 都觉得很呈现到 Sowa那种 硬朗性格 我觉得很短短的一场 你请我喝气 其实虽然很容易 是的 但是他立刻 有点缺起了 是的 你不请隔壁那些喝 是的 你请我儿子喝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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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我很喜欢这个环境 其实这个我们拍摄的 那里是外文村 也是苏油韦 兼且是梁仲衡阿炳 一成长的地方 你爆了出来 我打算忍住了不说 就是刚巧阿炳和苏韦仔 都是住在这个地方 是的 住在外文村 那我们都是实地 去回外文村拍摄 那我为什么会取材 这些井字形呢 一来外文村有这样 二来其实 好像一个跑道 我觉得那个井字形的感觉 和我们的电影 其实很多取材的场景 我都想和跑道有关 你看到书送带 那些路 楼梯 书送带是什么时候的呢 刚才没发现 还有我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 我小时候就在这个环境上长大 我想问 是不是真的有事多 会在家里这样拍摄 是的 因为我是不知道的 其实就是 我其实每一次见到 如典五部里面 又有这种井字形 那时候就算是 陈果的香港製造 也有 我经常都觉得 我很想替我拍戏 可以拍摄 一个井字形的 少一点 哈哈哈哈 留下井字形给我拍 是的 是的 阿生 阿生 已经拍了一个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top shot 看着我拍摄 我又很想拍摄 因为我小时候就在井字形公屋长大 是的 我眼见到很多日常的感觉 或者很回味的记忆 就是在这些地方 刚巧 外文村是有这件事 然后也可以的项色通 很配合到我们的整部电影 然后我小时候 还会长大 我看到很多 人家没有拍摄的角度 我所讲的角度 不是镜头的角度 是里面一些点滴 有哪些位置呢?我们可以慢慢看一下 他现在背过去 这个士多 我给你一支笔画一下 因为画的应该是这样 对了画得了 这些士多很多 你看到很多淋淋种种的东西 这些都是当时 我想你的年纪真的没见过 其实我要确认这件事 因为我小时候 很少妈妈不让我出去玩 所以我很少去朋友家玩 所以我去到中学的时候 才真的在接触住住在公屋的朋友 在哪里才去玩 所以其实所有东西对我来说很新鲜 所以现在的公屋是很整齐 什么都没有 门口什么都不放 以及安全不让你放 以前的走廊是很热闹 以前是 这些士多 其实可能有某家某户 方便 有时候我们煮饭 没有豉油 没有严厌 或者小朋友 还没吃饭 想去玩 你又不想去到街上玩 你想 可以看到的范围 怕有什么危险 是的 有时候有些家 就会把他们的家 变成一个时代 就自己拖车去街市 买多一点 那也不是批发架 当然不是 当然是做自己的 那那些太太不会觉得 卖贵了吗 那他们上屋又重新鲜 又重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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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方便了街坊 同时又赚到钱 同时形成了一个 好像一个小社区的 一个康乐部 或者小卖部 有些人就可以去 去买日用品 或者小朋友去那里看漫画 买雪条吃 喝汽水 吹水 所以这件事 好像在香港电影 没见过拍这类公屋的时候 看到的东西 所以你就找到一个 无论就算是香港製造 或者是阿神拍 又分了摄影师的点部 另辟途径 找了一个拍公屋的特别之处 我想把我小时候见过 未在香港电影里面见过的 例如你看到这里 又又挂了一些东西 其实以前的走廊 是挂满了东西的 我们还可以看下去的 先扔下这个 然后再来 高科技 高科技 我们也看得清楚一点 这些产品 我帮你按了这个按钮 你随便画了 美术也很厉害 有黄小虎 吹波 西瓜波 西瓜波 玩了很多很多以前的一些 有没有哪些特别 一定要放下去的 有没有哪些玩具 那这里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 有讲过漫画书 因为我自己写剧本 设定这班小朋友在看漫画书 那就是一些漫画书 因为其实有些人会问 导演其实在现场做些什么 你刚刚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其实为什么要漫画书 因为你设定了一个 其他未必是主戏的演员 但是做背景演员的时候 他都必须要做的东西 就是他究竟是在玩西瓜波 他是在吃雪条 还是在看漫画 而你是想他看漫画 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件事 我也想分享 有时候我们 其实我觉得 有一件事 对编剧也好 对导演也好 或者对临时演员 或者特别演员也很重要 你可能看到这些在背景 这些在背景后面的东西 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有时候要忽略了他们 没有东西给他们做 其实他们是在 丰富你的画面 如果你给他们做些东西 甚至即使听不到你的对白 你写一些对白给他们 给他们说 他们知道自己 在一个什么氛围里面 那又会帮到整个画面 再来 我可以去后一点 是 这些浪衫的 这些浪衫的情节 挂满了东西的 是 就是这些 他们在浪衫门口 摆满了杂物 上高挂了东西 那些浪衫竹 就会摆在外面 还有 铁杂会挂这些碾 都是以前的年代 一些点滴 我觉得 很想呈现那些东西 因为现在 现在 印象中是少 是可以在 公屋外面 是干净一点 不是干净一点 是干净 不让你摆 没有的 不可以挂衫 不可以摆 消防条例 是 或是被人 牵涉到保险 弄了受伤 其实是什么都没有 门口 小时候 会把单车锁在门口 然后又会在那裏浪衫 上面又挂满了东西 最后家里多余 又没有位置 摆在门口 就摆在门口 牵涉 这些点滴 都是我小时候 眼中 因为这个其实是 80年代的故事 这个段落 因为80年代 和现在有个很不同的地方 是相对上 没有那么多 regulation要跟 之后 大家有种 只要方便到大家 不阻止 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就容许这件事发生 但是那个美学 其实是 我觉得很 amazing 就是那个 互相怎么可以 这么小的空间下 我不阻止你 但我做到我自己的事 你又有受惠呢 那次就做了这件事 但其实这场戏 虽然到尾声 但我自己很想问 有一个位置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在哪里 我很想问 这个 戏位 对 我们看多一点 就是 其实这场戏 就是说 飾演位子的小演员 就看着下面的人玩 然后 然后 骚妈看着 我们再看一次 他这样看 那其实这一场戏 是 你怎样跟这个小演员 到呢 因为小演员 我觉得他也做得很 很厉害 怎样跟这个小演员 本身拍的时候 是多少岁的 四岁 你怎样跟他说 这件事 因为其实他 在 猫娃神奇小子里 分了三个年龄的 苏华卫 找了三位不同的演员 这个是第一位小演员 前面有一位的BB 还有一个BB 对不起 你有四个小演员 这个做小朋友的时候 还有我们一会 这次未有机会说到的 羊羊和杜阿炳 那怎样到这个 其实你这么小的小演员 其实很难会导 叫做导 怎样介绍他 你要做些什么 OK 跟你叫他走前 走前 笑笑 接近的 可能你会给眼前的东西 再影像化多一点 给他听 还有很有趣的是 这个小演员 都是有残障的小朋友 那他根本 你叫他走路 他其实也很困难 他未必走到路 即当时他还不可以 很至于你自己走一步路 他要别人参附他 那他面部的表情 都会有一些少少 少轻微的 抽搐 手指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叫他 就是告诉他 你的处境是什么 你看到下面有一群小朋友 你不能去和他们玩 你要坐在那 你很想去 但是另一个我想问 如何找苏华卫的演员呢 因为其实 我一定要很感谢一个人 我自己要先说 我要多谢一个人 不用你多谢 我自己说 我要充心地多谢一个人 我想说 我想外太或认真了解 我和美冥农的人 是不菲卫的 brincade 我是香港雙殘田徑隊的方Sir 我想邀請你兒子跟我們田徑隊集訓 想什麼都遷就他了 我想跑得快一點 他跑第三跑,一滴我白鴨 放他衝最後,大家就有機會拿牌 剛剛跟你衝過十五秒 喂,你走得比人慢嗎? 但是跑得比人快 去自跑,好像終點是自跑 好像我起步慢 但這就是為何我要繼續去衝 繼續去張的原因,跟我的命一樣 我就是要在後面追上來 老哥,現在起跑線不要緊 最重要是知道終點在哪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